父親節是一年中特別感謝父親而慶祝的日子 但每個國家的父親節節日都不盡相同 也有各種的慶祝方式 大部分都是贈送禮物 家族聚餐或活動有關 配合節慶 商家業者都會祭出不同的優惠活動 這一次我們可能推出這一款 它叫歐霸 那它可能就是直接用那個韓文翻譯 以它的名字 特殊的名字還有造型 就是我們可能節慶啊 父親節蛋糕才會有推出來的 對 那內餡的部分其實它就是 一樣就是以藍莓線啊 黑銀桃麗來做主打 不論是贈送禮物 家族聚餐 許多民眾還是會選擇買蛋糕 來感謝父親 而業者也會順勢推出 例如父親造型的蛋糕 來吸引消費者 讓業績比平常多出一兩成 其實大家都會喜歡就是有那種節慶的感覺 所以越到節慶越到父親節的時候 其實就會越來越多有那種消費者 就會直接來現場去做購買 對啊就會直接來現場看 大概有沒有比平常業績平高大概幾成左右 平均這樣子賣的話就是可能比平常多出很多 對啊 根據調查 人氣No.1的父親節禮品就是按摩椅 為體恤平日忙碌的爸爸 按摩椅成為首選的禮物 第二名是請老爸吃頓大餐 不僅可以全家人一起打牙計 同時又多了與父親相處的聚餐時光 而三四名分別為國年外旅遊 無論任何禮物在父親節前夕 說一聲父親節快樂 我想是所有的父親都已經心滿意足了 東南新聞 陳吉雄 楊國柱 台東市 長榮報導